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登陸台灣 短短六天,就把台灣一整年的雨量倒進增溫水庫裡 大約沖刷這河岸,把大量的泥沙和樹木帶進增溫水庫 佔去水庫六分之一的蓄水容積 要是泥沙再堆積下去,蓄水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 為了延緩增溫水庫的淤積速度 南區水資源局就在水庫底部 安裝一條長管子 這樣就能直接把颱風帶來的泥流 順著管子,抬到河川下游 這就是增溫水庫的防淤隧道 防淤隧道會在106年蓋好 平均每年可以排放104萬立方公尺 相當於半棟101大樓的泥沙量 防淤隧道是運用水壓的特性來排沙 水壓和水位高低有關 水位高,水壓就大 當兩邊的水壓不同時 水就會往壓力低的方向流動 這時候 如果有颱風帶來的泥流 水壓就會把泥流帶進隧道裡 只要把閘門打開 泥流就會順著防淤隧道往下流了 離開防淤隧道前 泥流會先到消能池來消耗體力 有四個籃球場這麼大的消能池 可以讓泥流的速度變慢 才不會破壞河川下游的環境 泥流離開水庫來到增文溪下游 不但能延緩水庫的淤積速度 還能補充海岸線的泥沙 增文水庫的防淤隧道 真不愧是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的好幫手 在後面有關的寬容 因此你能啟動 在邦尼沙門下游的地方 請問一下 那些水庫的水庫